我们要请建华哥 今天抓了三小时 然后抓了这么久的车子 帮我们示范一下 先来示范清洁 清洁要用小苏打粉 清洁方式 对 小苏打粉 小苏打粉有两种 其实都可以 我们今天这个是实用的 我先问一下 小苏打粉就是苏打粉吧 是不是 一样 刚讲两种是 一种是我们烘焙用 一种是工业用 然后用菜瓜布 沾一点水 到底要用哪一面 菜瓜布的哪一面 对 哪一面 我是用这一面 比较细 对 比较细的这一面 难怪要弄三小时 可是有刮痕不是用粗的 也是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你顺着这个 顺着这个会有刮痕 因为我们家在做菜的时候 喜欢做南瓜汤 所以我们家就顺着刮痕来清洗 顺着刮痕来清洗 你慢慢把它洗 你不用洗三个小时 其实你经常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因为是让我们家很少切肉了 这种是拿来切面包 肉就比较难弄 对 肉就比较难弄 沾 沾一点 然后慢慢把它这样刷刷刷刷 这个小苏打粉非常有用 它不只可以来刷砧板 几乎任何的玻璃沾了油 或者不锈钢上面的东西 我们家几乎所有的清洁 都是用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重点在这个小苏打粉 我们知道苏打粉有使用的跟工业用的 那问一下教授 实用工业用的我们这个是要用 因为也不是在车我们是要用哪一种 实用的会不会比较好呢 当然是用实用的比较好 不过在讲这个小苏打以前 我先要建议建华一下 它那个砧板 因为刀痕已经很多了 应该先去这个磨砂 先把它打开 先把它刨掉 没问题的好处是可以磨 可以磨 跟塑料不一样磨平 然后再用小苏打来处理 对 小苏打一般来讲有工业用的 也有实用级的 对 那实用级的小苏打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发粉 以前的发粉是用酵母菌的 那小苏打本身也可以当作发粉来用 那它本身除了可以清洁之外 它还可以当作除臭剂 吸附剂 然后它严格你厨房有着火的时候 你把它撒下去 它还可以当灭火剂 哇 灭火剂 原因是因为怎么样 小苏打在温热的情况之下 你跟揉到食物里面 温热的情况之下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那这个情况是跟酵母菌 在发酵的时候 产生二氧化碳是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比如在做面包 做馒头 它会比较蓬松起来 因为这二氧化碳跑出来了 但是劝大家还是要用 真正的食用级的这个碳酸精纳 就是我们的小苏打 要不然的话呢 它可能会有碳酸纳 碳酸纳它是强碱 那也有可能会加了一些呢 其他微量的这个不好的重金属在里面 那强碱的时候像这个 像建法这样直接手去拿的时候 我就要担心它的手 所以实际上来讲 我们还是用食用级的 这个碳酸精纳小苏打是比较安全 那像假设我们现在清洁已经 对 结束了 就还在用水冲洗嘛 对 对 那消毒的部分呢 消毒的话我们会用这个 第一个用这个盐巴 然后用白醋 然后清水 大概呢是1比2比6 比如说盐巴 2比6的比例 我现在加在里面 然后呢 加点白醋 这是白醋 对 然后呢 这差不多是我这个水的分量已经抓好了 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 以后呢也是一样 你不管是用菜瓜布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用布 然后把它轻轻地把它 沾丝在上面 也是一样顺着它的 好一个菜瓜布应该也可以吧 对 对 顺着它的这个刮痕也好 现在我们是在消毒了 对 在消毒了 在消毒 然后把它 消毒的最重要的步骤是不是要 涂好了以后要摆在某个地方白斧 稍微静置一下嘛 稍微静置一下 然后用白水 也是像刚才老师讲的 把它冲干净 再冲掉 冲干净 那如果说用的更久的时候 或者说如果像偶尔们还会切肉 这类的东西呢 我们就会用漂白水 那漂白水呢 我会用一个这个 这样的一个毛巾 这是干净的 因为我们家很多这个白的 摆过来 压在上面 压在上面以后呢 当然这个要经过 这个漂白水 我们还要经过稀释 要经过稀释了 它不能直接上去 对 那我们这是 就是说把毛巾浸在漂白水 稀释液里面 就把毛巾铺在这个砧板上面 毛巾铺在上面 对 然后呢 用这个稀释过的 漂白水 倒进来 倒上去 哦 这样子也可以 倒上去之后呢 让它也是一样 充分的沾湿 沾湿以后 一段时间10分钟15分钟 再把它用水把它冲 这样吸菌就会大量死了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在漂白水在作用的时候 我们手不要直接去接触 最好是带手刀 还有一个就是漂白水有两种 一种我们是氧系的漂白水 一种是氯系的漂白水 我们要建议大家用氧系的漂白水 氧系 氧系的氧 那氯系的这种漂白水的时候呢 它在作用的时候容易产生氯气 那氯气呢 吸到对我们身体是会有伤害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依依依她的这个建议的 同学的任务 那一块已经拿到她那里去 对已经先给她了 你也休旦姐 我就知道一定会被害 当然有所准备 你太害了 还说真是专业的 真是专业 太专业了 所以呢 这个 刚才那个亚邦有讲嘛 我们就先用这个 但是我家里好 就是我是买这种 日本的所谓蔬果清洗剂 它这种是没有添加 没有化学成分 但是它还 它也可以 比如说碗盘啦 砧板等等 奶瓶 就是都OK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比较安全 毕竟是我们吃的嘛 所以那我在这边就先沾一点 好 沾了以后呢 真是苦命 哈哈哈哈 我觉得到底要 这一块真的很黑 然后我们就顺着刀痕的地方 去往下刷 我看我这里要刷三年了 快转三个小时 对 快转 然后再慢转 我那喜欢我们节目时间很久 不是 可以刷太久 不是 但是我这边插一句话 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消耗品 大家要脑袋要记得 就是我们有时候 其实在很多地方的时候的节省呢 是其实呢 比起在这个地方来讲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像这种东西 如果说是已经到这种程度的话呢 我建议就更换一个新的 就这么叫做沾板 就不用再刷了 直接买一块新的 那没有多少钱 哦 你要一直努力刷 刷到牌尾 先说清延之央 刷白了 你看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个清洁清洁 好你看 多神奇的效果 但是要补充一下 其实很好玩 我到香港上环的时候 我去采访一个砧板达人 他们就是 香港人 他们做了几十年的砧板 就有讲到其实木质的东西 它是会养的 所以刚才建华哥讲说 那个 它那个木头 如果你常切肉 其实比较不容易有裂痕 因为它的油脂会下去 它会让这个木头的 就是说也很滋润 我知道 因为那个木头它有毛细红 对 所以没错 这个就变成有一个重点 是在说 它就不建议用所谓的清洁剂 来洗这个木质的 因为它会吸进去 吸进去 对 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 那另外就是说熟食的部分 还有你如果每天 至少会用一次砧板建议 就是买木质的 但是你如果比较少用 现在很少开火的 你可以买塑胶的 所以你这个洗这个硬的 这个塑胶砧板 软的也都可以用这种方向 可以啊 像这一种垫板一样 这我还要再洗那个吗 这个好像是 比较不会有磕痕 没有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来消毒 好不好 刚才我们把这个 刀痕已经弄完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 就是漂白水 大概是 这个是1 然后水是3 3比1 然后倒进去 3比1 对 所以漂白水跟小吃打开 真好用 真的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砧板 放在这边 对 这样子摆 然后刷一刷 对 然后我刚刚特别有问 那个吴老师哦 金黄哥刚刚不对哦 要先用这个 哪一边 粗一点的 粗的刷一下 然后刷完以后 再用细的刷 强调一下这个是氧气的漂白水 不是氯气的漂白水 对 然后这样子消毒的那个作业就完成了 好 但是最好 就是要等20分钟 是 我们要跟观众朋友强调一下 这块砧板是仪仪家里带来的 对不对 没有 不是我们刚刚的黑黑的砧板 给你刷完啦 快转啦 快转啦 快转快转 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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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在家里的时候 如果说有这个柠檬或者是橘子的时候 一样我觉得加你主妇还是戴下手套 因为酸也会让你的皮肤手的颜色会变化 甚至于会这样 轻轻 刺刺的感觉 那你如果说是要消除异味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先用那个 它的这个肉的部分先去涂 所以柠檬可以直接就下去 不需要稀释滴在水里面 我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它上面 有没有 就是水分也很多 它就留在上面了 对都已经留在上面了 那但是比较好的方式是说 之后呢你再用柠檬皮 再来一次 皮也再弄一次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的这个砧板的异味 就可以把它完全的消失 砧板是变香香的味道 如果是用柑橘还是柠檬的时候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用柠檬的 柠檬 因为柠檬里面的这个柠檬酸 Cist gas 它本身也是一个杀菌剂 除了精油之外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替代的这个方式 如果大家不用柠檬 也不用柠檬的时候 还有一个东西非常好用 就是呢 我们用的那个洋葱 洋葱啊 在流眼呢 对 洋葱 洋葱不会不会 洋葱在水里切就不会流眼泪了 对切 对切之后 同样只用这样 擦模的这个方式 洋葱也可以 对 你也是可以把异味给去 现在是橘子的盛产剂 也就是橘子也可以 但是橘子的效果没有柠檬好 我要等到洋葱盛产的时候 我们推广洋葱 对 所以一年四季都有好的 对